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一拳超人 英雄之路啦 我看到這個畫面真的是快笑死了 所以馬上來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順便看一下我們這一次 全新的這個 異界傑諾斯 還有這一次新出了一些角色 那如果大家有未來一次的話 覺得這一期的角色很不錯 很適合抽的話 都會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們這邊就可以趕快來抽一波 因為這款遊戲說真的 因為玩到後面啦 真的就是一個越後面的角色越強 就跟我們就是那個 最強之男差不多的那種概念 所以就是可以把我們的彈藥 都畫在這個刀口上 應該都會比較好一點點的那種感覺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這一次的這個角色 有看到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新角色燈 還有新角色燈還有 我們這邊的這個異界降臨喔 那裡面有大家最喜歡的這個肌肉男啦 這個我們這個重戰車都擋步好不好 這個從最強之男就知道 大家一定最愛這個肌肉大棒子了 那這次的話基本上是我們格鬥期的角色 所以應該算是還蠻好取得的 所以大家不用緊張 你們最愛的角色很好取得喔 然後另外的是 我好像沒有看過的那個 在漫畫我應該是 沒有注意看啦 可能很快就死掉了一隻 全新的這個角色 這個眼力好不好 這個是全能系的角色 通常這遊戲說真的啦 看到最後基本上 如果你是大課老的話 基本上都是全能系的角色 這邊都要把握住 然後把它刻到一個最滿 然後 如果你是無課玩家的話 基本上就看一般的那種格鬥型的角色 那如果你是跟哲平一樣就是 不上不殺的玩家的話 基本上就是 就等吧 就等一下能力比較好的 因為我覺得 目前最尷尬的地方就是 你抽到角色之後 他那個就是限制器突破 那個東西又是一筆錢 那個如果沒有突破張圈的話 其實角色跟 有抽跟沒抽一樣那種感覺 所以目前來說 盡可能就是努力的就是 累積自己的一些票券 然後等到就是 真的有一波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灌進去 都是會比較好一點點的喔 反正其實 就是我們現在打一些部本啊 或怎麼樣也不會說 就是打不過的那種概念這樣子喔 好 那異界降臨 這一次我們的異界版的話 是我們這個 異界波羅斯 然後他這一次更新的這個耶 就是 他有這個小的這個 影片視窗可以看 就是他的這個能力 欸不是啊 憑什麼啊 不是啊 為什麼啊 傑諾斯是不是都比較帥啊 哈哈 欸 怪怪的 為什麼 憑什麼 傑諾斯其實才是親兒子嘛 他的招式什麼都這麼帥 你看他有各種的一些就是那個小動畫耶 然後其他角色都沒有耶 有沒有看到 他這樣還會飛起來 然後這樣子 噴火球 太誇張了 這次真的是 太誇張了好不好 然後 這邊的話意見有萬必 那每天可以兌換一次 好啦 反正就先兌換起來存著 好不好 都是 不錯的 反正這次就是 也是慢慢抽 欸不是啊 為什麼 憑什麼 憑什麼他可以這樣子 哈哈 他為什麼自己有這個小影片啊 我們這邊的這個傑諾斯這些 都沒有這些東西耶 好可憐喔 好不好 然後這次異界轉蛋的話 基本上從我們原本的那幾隻角色變到就是 已經有四隻角色了 那 這些角色基本上抽上去的話 在隊伍裡面的話 都會有一些額外的這個加成 所以 各位這個課勞啊 根本就不用說了 那 拼命玩家的話呢 基本上我是覺得就是 還是不要那麼急著抽 我覺得還是就是 先把我們自己的一些那個該怎麼說 先把我們自己的一些 能玩的角色先玩一玩 然後等到後面真的有一些就是 比較厲害的角色 我們再一口氣把它抽起來 然後灌到加10這樣子 呃 大概會比較好一點點啦 但是我說真的就是這種類型的遊戲 你要去跟 其他玩家打PVP 應該也不用比了 喔 那如果你要PVE的話 用一般的角色應該也打得贏 所以也不一定一定要抽 但是 真的蠻帥的耶 雖然他這個主畫面的樣子很強 但是他的那個 就是小動畫那邊蠻帥的 好 一樣按照慣例 我們先從一些就是大家可能比較 不在意的角色先來 喔 這個最在意就放在最後面 那我們要先看的就是那個 我們那個 眼力 喔 來看一下 眼力 這是我們這個 眼力加10 普通攻擊的話是這個 蛇杖攻擊 攻擊敵方戰鬥力最高的這個目標 造成120%的這個 攻擊的傷害 然後他LV2的話會有這個 普攻還會降低目標20%的這個暴擊 出發機率 然後30%的這個暴擊傷害 然後持續兩回合 LV5的話造成攻擊力 傷害提高到這個180 沒問題 然後在這個 群蛇亂舞LV3 攻擊敵方全體 對每個敵人造成這個300%的攻擊傷害 如果目標身上的這個劇毒標記 多於3個的話呢 則目標進入這個暈眩 喔 並且怒氣獲得這個降低100% 持續一回合 所以這次又是打一個劇毒系列的喔 然後他這個劇毒標記 應該是只有他自己可以 如果他跟那個格洛比扎斯 或是其他那個 欸 酸食或是劇毒的角色可以搭一起的話 那應該會蠻可怕的 就是你可以一直疊一直疊 但是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然後那被動 這個是 倒地人那種攻擊的這個攻擊 毒蛇襲擊 不容易造成這個擊退 喔他是擊退的喔 然後其有50%的機率追打擊退的這個敵人 造成110%的這個攻擊的傷害 並使目標沉默持續兩回合 就是讓別人不能開大招的這種角色 LV3的話技能造成這個攻擊傷害 提高到這個150% 好再來被動 致命蛇吻 蛇吻欸 眼力其他技能造成傷害前 會使目標增加一成的這個劇毒 每回合會造成50%的這個攻擊傷害 持續兩回合 如果攻擊後目標身上的劇毒 數量達到四成的話 會清除左尾劇毒引發這個毒爆 立刻造成這個300%的攻擊傷害 並且使目標暈眩 持續一回合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話 基本上應該還算是蠻堪用的 因為他有一大堆招式 都是可以就是讓別人就是暈眩的 還算是蠻不錯的 然後LV30劇毒結鑽石還會使目標降低怒氣 所以就是暈眩還會降低怒氣 這樣的概念 而且他本身自己的這個 劇毒已經多於三個的話 則目標就會進入這個暈眩狀態 這樣子 然後並且降低怒氣100% 就是這個大招的話 就是如果對面已經疊滿三個的話 開起來會很屌 然後這邊的話 致命蛇本是 打到劇毒累積四成之後 如果沒開招式的話 他一樣會引爆 然後會造成這個暈眩的效果 限制器這個突破來看一下 突破技能 眼力放置在第三排時 第一次受到致命傷害保留一點生命 然後清除自身控制狀態 並且獲得100點怒氣 一掌彈要只能觸發一次 群蛇亂舞造成傷害後 如果目標身上的這個劇毒 數量不多於三個的話 則使目標增加一個劇毒 每回合造成50%的這個攻擊傷害 持續兩回合 毒蛇襲擊還會使目標怒氣降低100% 這隻有點強 但是他這個招式的話 應該是看一下 他應該加7的時候 這邊的話會就是持續兩回合 那降低怒氣100%的話 就是到達最後一個階段才會有 然後他原本一開始的話 基本上就是只有這個獲得70的怒氣 然後放到第三排的這個 保住系列的這個東西 然後如果是加7的話 才會有這個就是 劇毒數量不到三個的話 會幫你增加一個劇毒這種概念 這隻的話我覺得 就本身也還蠻好玩的 而且他好像本身 其實如果沒有到就是 加10的突破技的話 應該還算是可以用 因為他可以用那個 暈眩的效果這種技能 但是加10之後真的是 又是另外一個 又是另外一片天的感覺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如果大家 真的存了一波資源的話 真的是可以灌在一隻身上 真的會比就是分散灌還會好 就是如果真的要去跟別人尬的話 你只能用這個方法尬 如果是打副本的話 感覺好像也不用用到這麼強 好天賦技能 毒蛇之勇 眼力每累積失去20% 最大生命值的這個血量 獲得這個自身生命值 最大這個10%的這個護盾 最多觸發5次 然後加10的話 在獲得護盾時 還會使自身進入這個 毒蛇之勇狀態 持續一回合 在毒蛇之勇持續期間 如果自身受到攻擊傷害時 會使傷害來源攻擊和防禦降低20% 持續一回合 該效果不可疊加 然後加20解鎖的話 會獲得這個 護盾量提高至生命最大值的這個20% 然後加30解鎖 在毒蛇之勇持續期間 如果自身受到攻擊傷害時 會使傷害來源造成這個傷害 降低30%持續一回合 該效果不可疊加 他的天賦技能好像都是 就是讓對面降一些攻擊傷害的之類的 然後 牽制7突破是真的蠻強的 就是 加7 就會有一些就是那個 跌效果 然後加10就是降低100%的怒氣 這個 這個讓別人不能開大真的是很厲害 看一下第二隻 捷諾斯異界版本 加10 太陽彈 攻擊正面敵人造成80%攻擊的傷害 然後在太陽化身狀態下 攻擊目標變為敵方全體 並且不會使目標回復怒氣 所以他有這個太陽狀態 太陽化身 就原本是那個單體 然後攻擊正面的敵人 然後現在變成就是會變全體 但是他要進入這個 太陽化身的這個狀態下 LV的話技能會提高到這個160% 然後他的攻擊會變成就是 如果是太陽化身的話 不會讓別人回復怒氣 再來這個 陽光普照 覺得他技能都很好笑 攻擊敵方全體目標 對每個敵人造成300%的攻擊傷害 並且進入這個太陽化身狀態 大招就會開啟太陽化身 這跟攻擊提高40% 持續兩回合 這蠻厲害耶 因為他大招開完之後 他的普攻就會變成全體攻擊耶 這有點像是那個 深海王的那個進化那種感覺 如果施放時自身已經是在 太陽化身狀態的話 則額外對每個敵人造成200%攻擊傷害 重點是這個太陽化身是 兩回合 喔是兩回合 好再來這個太陽追擊 哈哈 招式超級中二 普通技能造成擊退 有50%機率追打擊退的這個敵人 造成120%的這個攻擊傷害 在太陽化身狀態下 還會造成 還會在造成傷害前 清除目標所有的爭議效果以及護盾 然後 然後LV3技能造成的攻擊傷害 提高到這個160% 然後再來是這個 太陽之力 LV3 自身獲得這個100%的這個暴擊加成 LV3 太陽化身狀態下 捷弱斯怒氣回復 提效果提高100% 這個回復效果提高100% 會不會就跟我們那個海賊王一樣啊 就是慢慢回的 只是加速而已 不是100%馬上回 如果不是100%馬上回的話就還好 LV2自身暴擊傷害提高40% 然後太陽化身狀態下 暴擊傷害額外提高40% 所以就是會加成80% 那有點厲害 好 再來是這個 限制器突破 突破技能 戰鬥開始時 捷弱斯會 喔 他 戰鬥開始時 直接進入太陽化身的狀態 每次進入太陽化身時 都會使捷弱斯本場的這個戰鬥 永久提高20% 捷弱斯死亡時 會給敵方全體目標增加一層盛宴 持續兩回合 加1解鎖 加1 加7的話 基本上就會到達就是那個死亡之後 會給全部人上一場盛宴 然後滿10的話會有這個 就是每次進入之後都會直接 欸不是 他本來就是 進場就會了 喔 然後最高就是提升到這個20% 然後 欸真的很強欸 我的天啊 太強了吧 他每次進入這個太陽化身狀態 都會就是 加成 太厲害了 然後這個是到那個 加10的時候 散鬥開始時 他才會直接進去 但是他本身的這個加成太陽化身的話 都會有加 所以 你只要一直讓他開就 還滿不錯的 只是這個聖焰效果是能幹嘛 聖焰的話就不知道 能幹嘛了 喔 大家如果知道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 好 這邊的話 卓弱 喔來了 卓弱的聖焰 捷弱斯所有攻擊會使目標受到一層聖焰 然後持續兩回合 聖焰效果會被 會在目標被攻擊時 使目標受到50%這個 捷弱斯的攻擊傷害 也就是其他人打他的話也會有這個傷害的感覺 加10解鎖 聖焰效果提高是100% 所以剛剛已經看到這個聖焰效果的意思了 然後 如果捷弱斯處於太陽化身的狀態的話 則攻擊會使目標受到兩層的這個聖焰 然後加30 聖焰造成傷害時會使目標降低時怒氣 加40 異界角色受到所有非異界角色來源的這個傷害時 都會使該傷害降低15% OK 我覺得這隻 真的滿強的耶 就是如果跟前面這幾隻比的話 這個異界版的捷弱斯 我覺得應該也算是 雕雕腳 這個 會想要抽的那種感覺 那大家會抽嗎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想法 好 最後一隻大家最喜歡的 重戰車都擋不加10 戰車重擊 攻擊正面敵人造成100%的攻擊傷害 然後 LV2有25%機率減少目標10點怒氣 然後再來這LV3技能造成的攻擊傷害 提高到這個110% 然後LV4減少怒氣的機率提高到這個40% LV5技能提高到這個120% 沒問題 然後主動技能 戰車砲拳 攻擊一個敵人及前後左右的這個目標 會優先選擇可以攻擊到更多的這個敵人的這個目標 對每個敵人造成260%的攻擊傷害 每命中一名敵人會提高20%攻擊的這個傷害 然後 然後LV2技能造成攻擊傷害會提高到280% 然後LV3的話 每命中一名敵人造成的這個傷害 提高到這個攻擊的這個30% 所以就是 瘋狂一直扁別人 然後提高自己的這個攻擊傷害 然後戰車飛拳 如果技能畢竟造成浮空 且有50%機率追打浮空的這個敵人 造成100%攻擊傷害 有35%機率對目標造成這個暈眩效果 感覺拳擊系的這個格鬥角色好蠻常 就是造成這個暈眩效果的 所以 他應該可以跟那個獨角先組織一個暈暈連擊的感覺 LV2技能造成攻擊傷害提高到120% 然後LV3造成暈眩機率提高到哇賽 50%耶 這隻 蠻厲害的 如果要玩格鬥隊的話 這隻暈眩效果好像還蠻不錯 重戰車肉體 重戰車東檔步 每次攻擊都有10%機率對目標造成這個暈眩 LV2當 每當動戰車東檔步造成暈眩時 都會使重戰車東檔步之下車的 普通技能傷害提高到30% 這個效果最多疊加4成 然後LV3的話 普通技能傷害造成的這個比例 提高到這個50% 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 就是以暈眩效果普通角色來說的話 應該算是蠻厲害的喔 普通技能 這個戰爭抱拳對暈眩的目標 造成額外 額外造成120%的攻擊傷害 戰爭抱拳每對一個目標造成傷害的話 會自己提供一個攻擊力60%的這個護盾喔 然後這個是 完全解鎖的 然後在還沒解鎖前的話就是 對暈眩目標造成90%的這個傷害 然後加7的話這邊是 為自己提供一個護盾 然後加10的話這邊是那個 好像也一樣喔 對好像效果卻一樣的 也沒有就是在更多就是提高就是 加7這邊的一些能力 畢竟他是格鬥系的就是一般的這個角色 好天賦技能來了 信念之權 重帶戰鬥網步的普通技能會建設前後左右的這個敵人 前後左右 很猛耶 就是一個十字範圍的吧對不對 然後對建設目標造成普通技能30%的這個傷害 加10的這個解鎖對建設目標造成的這個傷害比例提高到這個普通 普通人的話基本上就是把這些就是一般系的這個角色都給他抽起來 應該還是可以玩 那如果你真的要玩一些爽感的話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傑諾斯感覺 拼一下好像還行啦好不好 因為他本身的話他的這個 祝福 呃限制器突破 他只要突破1的話 就會有這個永久增加的這個傷害提高 然後就是能夠開大這樣的概念 然後整體來說我覺得還算是 蠻不錯的一隻角色好不好 至少看起來蠻屌的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那個就是 而這邊的這個動畫 喔 確實真的是蠻屌的 而且他是 唯一一個就是目前來說我覺得開大招動畫的特效最多的好不好 傑諾斯 跟那個誰啊 索尼克感覺傑諾斯好像是 更被照顧的耶 根本超級親兒子的感覺喔 好像是這樣子 哼